素食也可以有滋有味 Hello 大家好 我是素食小老弟 平时我们各种汤面炒面拌面吃的多 但是美味的煎面你们有吃过吗 今天来分享番茄豆腐煎面 先把食材处理好 两个小番茄洗干净去皮再切成小块 一块老豆腐 用手掰开直接捏碎 不想用手的话也可以用勺子或者叉子把它压碎 先放一旁备用 锅中烧开水我们来煮面 用的是超能农场九谷营养面 面饼是用九种谷物制成 营养满满 水开直接放入锅中 我们煮了凉饼 面饼不需要煮太久 煮到像这样刚好能把它打散就可以了 这样口感会更好 煮好面条我们把它夹出来 过一下凉水 然后把水分沥干 加一点点松茸鲜酱油 再加点芝麻香油 稍微把面条拌一拌 搅拌均匀 我们就来煎面 平底锅放一点油 开中小火直接放入面条 用筷子把面饼稍微摊开 摊均匀摊成圆形 煎的过程也可以用锅铲轻微的按压一下 一面煎个五分钟左右 我们就给它翻个面 另外一面我们再煎五分钟 煎过的面条会变得脆脆的 表面都煎好以后 直接放入盘中 先放一旁备用 锅中再补一点油 把刚刚捏好的老豆腐放进来炒一下 煎老豆腐的时候 表面撒一层薄薄的盐 这样煎出来豆腐会更香 然后拿出神器姜黄粉 给豆腐的表面再撒上薄薄的一层姜黄粉 再迅速的把姜黄粉和豆腐翻炒均匀 姜黄豆腐完成 先盛出来备用 不用关火 直接倒入番茄粒 我们把番茄炒一炒 为了让番茄味更浓郁 我们加一点番茄火锅底料 没有的话放点番茄酱也可以 番茄酱和番茄炒均匀以后 倒入炒好的姜黄豆腐 把锅中所有食材翻炒均匀 我们的番茄豆腐面酱就做好了 直接把我们的煎面铺满 美味又特别的番茄豆腐煎面就完成了 吃的时候我们用筷子把它挑开 把酱料和面条翻拌均匀 酱汁浓郁 面条煎过以后有两种口感 有一半是脆脆的 而另外一半还是比较嫩滑有韧劲 过年在家有空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这种做法 一定会让你清洗满满